寶晨昆斯生子是件真相,范冰冰竟是其生母。 近几年来,范冰冰在内地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,与她的演练事业一样,她的私生活也备受公众关注。 不是被抱于这个男星传绯闻,就是被那位富商包养,前些年甚至还有媒体爆出她有私生子,让范冰冰一直处在娱乐的风口浪尖。 更夸张的是有媒体惊爆陈坤儿子生母,竟然是范冰冰。 1976年出生的陈坤,如今也是仅此时而不惑的人了,时至今日陈坤还没。 有结婚也没有非为女友,但是却有一个儿子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 而对于陈坤的儿子的母亲,却一直没有人知道,有媒体爆41岁,陈坤私生子是件真相,让人惊讶的是范冰冰是其生母。 陈坤也承认八岁悠悠,是她的亲生儿子,并说和儿子洗完澡后,会咬儿子的脚来表达父爱。 但陈坤对悠悠的身世之谜,仍有许多保留,不过最后被逼急了,她脱口说,我当然是她的真爸爸。 据说悠悠是2002年出生,生母是谁至今是个谜。 陈坤没有结婚,悠悠确实是陈坤的亲生儿子。 陈坤的一位朋友透露,悠悠的母亲是某位一些女明星,知道这件事的人没有几个,只有陈坤最亲近的人知道底细。 一位曾在陈坤经纪公司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,他曾听公司的高层讲过,陈坤的儿子就是他自己亲生的,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大女人。 这众多的迹象也似乎表明,陈坤儿子悠悠的母亲似乎就是范爷。 那,范冰冰的助理马上予以危机,称其莫名其妙。 范冰冰和陈坤从来都没有合作过,两人只不过是点头之交,私下里没有任何交往,范冰冰连陈坤的电话都没有。 这可就奇怪了,到底陈坤的儿子生母是谁? 恐怕只有陈坤本人,和孩子母亲最清楚了。 抱陈坤私生子是件真相,范冰冰竟是其生母。 近几年来,范冰冰在内地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,与她的演业事业一样,她的私生活也备受公众关注。 不是被抱于这个男性传绯闻,就是被那位富商包养。 前些年甚至还有媒体爆出她有私生子,让范冰冰一直处在娱乐的风口浪尖。 更夸张的是有媒体惊爆陈坤儿子生母,竟然是范冰冰。 1976年出生的陈坤,如今也是仅此时而不惑的人了,时至今日陈坤还没。 有结婚也没有非为女友,但是却有一个儿子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 而对于陈坤的儿子的母亲,却一直没有人知道。 有媒体爆四十一岁,陈坤私生子是件真相,让人惊讶的是范冰冰是其生母。 陈坤也承认八岁悠悠,是她的亲生儿子,并说和儿子洗完澡后,会咬儿子的脚来表达父爱。 但陈坤对悠悠的身世之谜,仍有许多保留,不过最后被逼急了,她脱口说,我当然是她的真爸爸。 据说悠悠是2002年出生,生母是谁至今是个谜。 陈坤没有结婚,悠悠确实是陈坤的亲生儿子。 陈坤的一位朋友透露,悠悠的母亲是某位一些女明星,知道这件事的人没有几个,只有陈坤最亲近的人知道底细。 一位曾在陈坤经纪公司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,他曾听公司的高层讲过,陈坤的儿子就是他自己亲生的,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大女人。 这众多的迹象也似乎表明,陈坤儿子悠悠的母亲似乎就是范爷。 那,范冰冰的助理马上予以危机,称其莫名其妙。 范冰冰和陈坤从来都没有合作过,两人只不过是点头之交,私下里没有任何交往,范冰冰连陈坤的电话都没有。 这可就奇怪了,到底陈坤的儿子生母是谁? 恐怕只有陈坤本人和孩子母亲最清楚了。